南投有一间公庙 921大地震之后改建 那么他就在天花板上 就给他画上这个吉祥的猫头鹰 没想到八年前开始 真的有一对猫头鹰 每天早上就飞进来 还就进驻在这个庙顶 一直到晚上九点才离开 而且信众在那边送金 放鞭炮都吓不走他 每天简直是风雨无阻的来上班 还时间上满了才走 信徒说太神奇了 寺庙内送金声音好响亮 抬头仔细一看 两只灵脚梢就挂在天花板上 眼睛睁得大大的 好像盯着下面的人猛看 稀奇也蛮特别的 尤其甚至在街上 路上都没有看过 而是在庙宇上看到猫头鹰 这两只灵脚梢从八年前开始 每天早上都飞进庙里上班打卡 无论是庙会放鞭炮 还是每天例行性 早午晚三次的送金 都吓不走这两只猫头鹰 这一种上天派来的 感谢的 我们这里有的管理 可能他也习惯了 他也知道说 这些生命不是直接 会对他有一些生命上的危害 宫庙在九二一大地震后改建 天花板上才会吉祥的猫头鹰 或许零脚梢把假的猫头鹰 当成同伴了 才会一住救世八年多 记者张俊栋南投报道